關心天氣這禮拜 這禮拜是多分好天 不過目前在在飛利邊 淡然風有一個列帶系統 回到發電 氣象數表示有可能的發電作風態 會繼續觀察 如果這禮拜到後禮拜 日會有一頓風民接近 是到這個水氣的情況 後禮拜離東北風來 是到這個東北部的溫度 會下降 日市這區已經過了 入海 現在已經是五月了 不過也沒有風態形成 今年的頭一個風態 當時會來 經期美國的電腦沒去一切 未來菲律賓 東南方的列帶系統 有機會發電作風態 甚至到頭了 從北邊來 我們起上司是回應說 確實有發電作風態 可能性 不過目前的變動性 還要更大 後禮拜 那又有風態 也很難說 但是在預估上的話 其實五月是會有許多在西太平洋 就可能會有些颱風的深層 那在影響台灣部分 可能平均還是一個左右 但是在最晚的時間點 還是有在七月才有第一個颱風深層 深層時間來看的話 不算是特別的罕見 不過確實是比較少見一些 起上司表示 目前對我們比較有影響的是 禮拜到後禮拜日會有一波風明 水氣增加 中部一北跟東部 會有準好 也是理工好 南部也會有染三好 風明通過後 傳下去後禮拜日 換受到東北幾方影響 我們都會稍微看見 記者老實務 夏桂林 台北報導